受降雨和上游洪水的影响 黑龙江浮远站 乌苏里江海清站 水位超警戒水位 在黑龙江省浮远市 多个乡镇遭到洪水侵袭 超过48万亩耕地被淹 当地紧急转移受灾群众 大概就是六七百亩地 其中已经被水淹没的 已经有四百亩地了 农田已经泡在水里 现在大概是五六天了 但是水位还持续上涨 记者从浮远市水务局了解到 截止到昨天早晨八点 黑龙江浮远站水位 达到41.57米 超警戒水位0.57米 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 达到41.06米 超警戒水位0.94米 我们现在来到了 一户受烟的居民家中 在这个院子里 可以看到有两个塑料大棚 据防汛人员介绍 这两个大棚是两个羊圈 现在也已经被洪水完全淹没了 一共有70多只羊 在洪水来之前 也被安全地转移了 据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 在洪水来之前 他们就已经通知了当地居民 做好了转移的准备 目前福远市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有序进行 在洪水里面补部工作人员介绍 以下水里面墨栏 后来两个人质量的 未经讨厨栏目的 在洪水里面补部工作人员介绍 在洪水里面补部工作人员介绍